如观景中 维提席夫人 因阿弥陀佛过 清净光明 呼吸眼睛 因时及得无声法人 这是说的 维提席夫人 她的故事 这是得弥陀的加持 也是维提席夫人 过去生中修学功德 知所成就 所以 世尊将设方诸佛刹土 变现在他的面前 让他看 他看到极乐世界 生欢喜喜 向世尊请教 如何能得身 弥陀国土 那世尊教他观法 就是十六观景 是这么圆起来的 十六观景里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理论 一个是方法 理论 这两句话 非常重要 你要是搞清楚 搞明白 对尽宗 对大臣 一点怀疑都没有 他真有道理 不是随便说的 因为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你现在想做福 哪有不可能的道理呢 你本来不是福 你想做福难了 本来是福了 那想做福就不难了 一切众生 都是福 我们自己不例外 也在众生 素中 不能不知道 事先做福 怎么个做法呢 念佛就是做福 一切伐从心向生 这句话非常重要 佛说的太多了 先想福 你就做福 想菩萨 你就做菩萨 想阿罗汉 你就做阿罗汉 想天 你就升天 想人 你又到人间来了 想魔鬼 你一定做魔鬼 魔鬼是什么 魔鬼是贪心 什么都贪 贪而不识 贪心是物鬼 成慧是地狱 喜欢发脾气 常常常发脾气 这造地狱 狱吃是出生的 造贪嗔痴 就是造三土的罪业 一切 一切心想当中 没有比 念阿弥陀佛 这个想 更殊胜的 第一 要殊胜 知道的人不多 讲无量寿金 讲净土 经典的人 也讲不出来 为什么 他自己信心不足 怨心不足 他对这个世间 他的贪恋 很没放下 所以 经论的诸解 祖师的诸解 诸得再清楚 他讲的也是含糊笼统 没讲清楚 听的当然 当然也没听懂 讲的人真信了 真愿 真念佛了 这个味道 才能讲出来 映光大师所说的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你能讲出一分味道 有十分沉浸 你得十分利益 你能讲出十分味道 与修学功夫 绝对成真比例 那你有万分沉浸 恭喜你 你讲这部经 经还没有圆满 你就沉浮了 像慧能大师一样 听经干净 大概听了五分之一 就开悟了 后头别讲了 那是什么 万分沉浸 听经的时候 一丝毫忘念都没有 真诚到极处 一点就通了 我们的问题 就是有疑惑 疑惑没有除干净了 自己不知道 以后除干净了 自己知道 没除干净 自己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发信呢 这张家大师教过我的方法 我没做到 没做到就是不干净 就是感而不通 那不是感通 感而不通 干净了 感而不通 张家大师这个检验的方法 描绝了 我们可以不必请教别人 我功夫究竟怎么样 请别人不需要 自己也反省 完全知道 佛法 张家大师说的 决定是知难行义 你要知道了 你们有做不到的 做不到 就是你不知道 做事放下 知识看破 你没有看破 所以你放不下 真正看破了 没有一样不放下 不需要别人劝你 完全是自动的 为什么要放下 本来为有 这六祖说的 你不放下 就是迷惑点头 它本来为有 所以 只要有义物 放在心里头 没放下 那就是你的障碍 那就是你的障碍 阿 tabii 陶佛